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 今天是2020年1月30号,大年初六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、感染肺炎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后是否再次重启,引发社会关注 那么现在呢,我正在去往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路上 今天的小汤山究竟是什么样呢?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现在记者来到了小汤山医院的大门 在2003年4月30号到6月20号 小汤山医院的定点病房共使用了51天 曾收全国七分之一的病例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扩建赶工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施工现场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红色的建筑板已经将工地全部都围了起来 各类工程车也在现场有序的工作着 我们现在看到啊,有百名的这个工人 现在分散在各个的作业点,然后不同的楼层 有序的在进行这个墙面的破拆以及钢筋的焊接等等工作 你这能行吗?这个? 行 这是装什么呀? 呃,转弄 哦,现在去开转转道间断了吗? 哦,现在去开转转道间断了吗? 嗯,这个是灌烟 现在老板,老板,老板接着的河巴是炸人多啊 小几台有什么呀? 然后有建工,有重建,就是两大公司 另外还有,还有小公司,定路性肺炎嘛 现在建就是早上6点,6点左右就开始了 晚上到5点左右 那么在天台上呢,可以听到这个嘈杂的施工队施工的声音 然后四周呢,施工队是都在加紧的赶工 在施工的住院部中,我们看到百名工人在加班加点的进行破拆改造 他们从大年初三就开始一直工作到现在 就在今天,北京市卫健委透露 小涛山医院进行修缮后,将是疫情变化 必要情况下会启用小涛山医院部分床位 作为后备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病床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,为抗击疫情,我们众志成城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就是这样,我们来看下来就这样 不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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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听听听听听听 一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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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